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為大家更新大陸疫情最新消息, 在廣州出現了一宗確診個案,我們現在即時看看那邊是甚麼情況。 根據央視報道,廣州市在4號對入境隔離酒店工作人員進行了例行檢測, 經過排查發現一例新管發現,沒有症狀感染者初步判斷與境外輸入確診病相關連。 接報後,月秀區逐漸啟動疫情處置應急預案。 42歲女患者是入境隔離酒店東海大廈工作人員, 9月4日前她的常規核酸檢測是陰性,9月4日核酸檢測結果陽性, 已經閉環運轉到廣州市第8人民醫院進行隔離醫學觀察管理。 經過專家組判定是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, 她的生活場所、工作場所的核酸檢測都是陰性, 為了確保居民身體健康, 月秀區對東海大廈與周邊區域實行封控管控管理。 9月4日、9月5日上午對相關區域開展傳源核酸篩查。 而澳門方面對曾經度過廣州越秀區建設街道人士進行醫學觀察 新聞資訊大致上就像上邊說那樣 大陸最近一波疫情剛剛才叫做緩和了點 但就估不到現在這麼快廣州地區又再出現一宗確診 而且還要在隔離酒店工作人員中招 即是說如果不是定期做檢查的話應該都是找不到這個確診者出來的 現在廣州這部份區域就已經開始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如果當中再找到多一個判決的確診者出來的話 看怕真是要再玩多一頭半句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類這樣的檢測就不會好像澳門那樣只是做一次 如果是抗疫不力的話他們即時就會被人拉下來官都沒得去做 如果至於現在這麼看 可能未來的11黃金周都真是不太樂觀了 那你們又怎看未來的黃金周呢 你們認為還會不會放寬出行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裏先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